3 2 1 3 加油 菁姐 耶 那我要去對付她 哎呀 那我們可能輸定了 加油 加油 耶 加油 加油 How am I gonna win you? How am I gonna win you? Oh no How am I gonna win you? 在台上先這麼說 當然 當然 阿倫會這樣啦 那個老公不能輸給老婆的 不能輸給老婆啊 不能輸給老婆啊 不能 不行 眾人期待的音樂綜藝聲聲不息 在芒果平台迎來首播 這是一檔湖南衛視 與TVB联合制作的縣里音宗 為香港回歸25周年 量身打造 包括林子祥 李克勤 李文 李健 毛不易等在內的16組歌手 歡聚一堂 共同分享港月璀璨金曲 聲聲不息屬於自帶光環的綜藝節目 嘉賓陣容星光璀璨 很多嘉賓都是其他音宗的導師 節目官宣以來就備受矚目 聲聲不息的賽制設置很簡單 整季節目將採用對戰的模式 16組歌手分成男女兩個戰隊進行作戰 通過首演和無償主題敬演 和觀眾共同打造一張港月的時代唱片 首期節目共產生三首推薦金曲 楊千華演唱的《無條件》 獲得最受歡迎金曲之《盛隊入圍》歌曲 曾米特憑借歌曲《初戀》 獲得最受歡迎金曲之全場排名第一歌曲 觀眾選擇金曲是《海過天空》 嘉賓陣容強大 男女戰隊PK大大增強節目看點 聲聲不息邀請了16組歌手 既有林子祥、葉倩文、李克勤、李健這樣的頂尖大咖 也有周筆唱、劉希君、林曉峰這種實力唱將 同時安琪、善怡淳、顏明熙等樂壇新人也獲得了邀請 整個陣容的厚度完全要超過《我是歌手》 這樣的配置也是一般的音作節目無法達到的高度 聲聲不息首演的主題是《港月與我的驕傲》 歌手們分享他們心中引以為傲的港月作品 兩個戰隊進行8個回合的1v1比拼 最後男女兩隊戰成了4比4平 女生憑藉期待著的數量較高而獲得勝利 要出千分光族曲 瞬間把人帶到港月最好的時代 林子祥開口的第一句讓人聽了就想哭 這樣的年紀還能保持如此的唱功 真的是讓人肃然起敬啊 三首串燒的歌曲都是TVB經典影視劇的主題曲 每一句歌詞都承載了很多人的回憶 作為樂壇大前輩 林子祥老師給整個節目開了個好頭 也奠定了整個節目的基調 葉倩文一席紅群閃亮登場 一首祝福沉澱著時間和記憶 歲月從不外美人 葉倩文的演唱溫柔細膩又有力量 最後她也戰勝了自己的老公林子祥 劉希君跟聲聲不息這個節目的氣質很搭 擅長唱玉語歌曲的她 此次帶來王菲的執迷不悔 劉希君的音色很抓人 慵懶中帶著灑脫 舞台的氛圍感非常的強 整個作品賞心悅目 最後的中文版本演唱也成為點睛之筆 香港新生代歌手代表 顏明希的內地綜藝首秀舞台 給人很大的驚喜 她的聲音的辨識度非常高 聲線靈動悅耳 一首菲菲由自己獨特的表達和特質 表演也獲得滿堂彩 相信節目過後 顏明希也將登上話題熱搜 成為十六族歌手中的一匹黑馬 面對顏明希的強勢發揮 謀動閃霸的表現 就顯得有些中規中矩 凱拉永遠OK 融入了電音 現場氛圍很嗨 但是整體改編 有些似不像 很難擊中人心 周筆昌和毛不易的對決 看點十足 兩個人都是選秀出道 都是實力派唱將 都曾參加過《我是歌手》 周筆昌用一首《夕陽醉了》至近張學友 聲線純厚 颱風大氣 毛不易一首遙遠的他 情感層層遞進 給人最溫柔的一擊 兩個人的實力難分伯仲 最後毛不易顯勝周筆唱 雖然是一檔縣里綜藝 但是湖南衛視 還是做出了差異化的內容 節目整體格調 温情而不失幽默樂趣 李健 李克勤等嘉賓的出現 也讓節目增添了很多樂趣 整體來看 十六首金曲演唱 歌手們奉獻了高質量的表演舞台 作品包羅萬象 每一個都很驚艷 最後的海闊天空大合唱 點燃全場 這些港月勾起了很多人的青春回憶 所以整個節目也很催淚 歌聲會給人帶來很大的共鳴 在各大綜藝圈粉無數的男神李健 在後場的部分就成了段子手 很好地調節了節目的氣氛 在嘉賓演唱完畢之後 李健總能一針見血地指出 歌曲演唱的奇妙之處 臨時客串了一下夜評人 在馬賽克演唱完之後 李健直言有點不祥之兆 一旁的李克勤表示 隊伍會贏 這時候李健表示 你很愛拼啊 愛拼才會贏 高級的段子再次上線 真的是太好笑了 不僅如此 李健還和李克勤一起擔任起 南隊的軍師 負責團隊的排兵作戰 而且對局勢了如指掌 男人的好勝心一旦被激發出來 遊戲就更有看點和趣味性了 作為原唱歌手 李健對於音樂作品 也有很高的審美要求 此次他演唱了《如果沉默是驚》 依然是開口翠 整個作品巧妙地將內地原創搖滾 融入到香港經典歌曲中 致敬香港音樂人的同時 又實現了兩地音樂的融合 可以說是這個節目 宗旨的最好詮釋了 李健的加入 讓整個節目多了很多的歡聲笑語 他的才華和有趣隨處可見 有李健在 唱字就不會冷 節目組該考慮一下 給李健 結算一下客串主持人的費用了 對於聲聲不息節目 你們有什麼要說的嗎